现在的车辆越来越多 事故的发生也比较频繁 马路杀手指的不只是女司机 可能还有这个东西 这种随处可见的马路杀手 老司机都要记他三分 发生事故从来拿不到赔偿 自己还得掏腰包 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可怕的马路杀手 到底是什么吧 今天要讲的主角就是陷高杆 总是有新闻会提到他惹下的坏 比如双层大巴撞上了陷高杆 导致很严重的事故等等 这样的事故不胜美举 所以他被称为马路杀手也没毛病 甚至很多拉货的老司机都要仔细盘算 非常害怕自己的货物超高 被他卡住 陷高杆本来就是一项很好的发明 大部分情况下 陷高杆都表现非常出色 它可以防止货物超载过多 同时也可以分流部分车辆 总的来说它是一项很好的发明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陷高杆都表现不错 目前的陷高杆根据相关规定 最小进空高度为4.5米 还有很多陷高杆的高度不达标 有的甚至连普通私家车都过不去 明摆着要坑人 偏远地区的部分陷高杆高度不达标 一些稍微高一点的车都要擦着底过去 甚至还有的会被撞 随着各个城市的发展路况也有不同 如果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的4.5米高度 的确有些力不从心 但是不统一要求又难以管理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办 但是总体来说 陷高杆这个方面 目前的管理还是有缺陷 不合格的陷高杆不占少数 最后陷高杆的本意是好的 但是整体实施可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 所以各位车主如果出行 还是要小心这样的马路杀手 毕竟撞上他可不是闹着玩的